救救我 大小姐 叶总说了 你败坏叶家生育 致使叶家损失惨重 让你自生自灭 爸 你把姐姐打坏了怎么办啊 姐姐还怀着孩子呢 什么孩子 那就是个野种 来人哪 把这个不要脸的东西 给我扔到箱下去 谁都不争管它 孩子 我的孩子 来人哪 救救我的孩子 爸 爸 世音 你快救救我的孩子 你看他怎么办啊 他没有一点声音 姐姐 孩子已经死了 真是可惜呀 姐姐 他已经没气了 我帮你去把他埋了 不可能 他还没有死 你把孩子还给我 还给我 还给我 我的好姐姐 从小到大 你什么都比我强 我喜欢的男人都喜欢你 我得不到的东西 你都得到了 现在 真是报应啊 哈哈 你什么意思 你猜 九个月前 为什么你会跟乞丐风流一夜 那是我安排的 怎么样 跟乞丐的滋味 不好受吧 没想到你没被乞丐水 还被财发公子副被绝给水了 我怎么在这儿 发生了什么 叶云然 看你还怎么得意 有了这个野种 你的一切都是我的了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我们可是东夫一幕的亲姐妹 姐妹 你从小到大 仗着你外公王家的身份 总是高高在上的样子 可真令人讨厌啊 现在好了 只要你死了 叶家和王家的一切 就都是我的了 哈哈哈哈 丧尽天良 你不得好死 啊啊 姐姐 你安心的去吧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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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不能死 肚子里还有一个 有人要抓我救命啊 妈咪 好可爱的小朋友 小朋友 我不是你妈咪啊 谁要抓你啊 我 啊 父子梁 你在乱跑什么 啊 这位先生 对小孩子不能这么凶 你是谁 我傅北角对女人没有兴趣 啊 傅北角 是谁 爹地 这是妈咪 妈咪 你 利用我儿子 想当我傅北角的太太 我劝你死了这条心 小少爷 走吧 放开我 我不要跟坏女人去上学 走吧 妈咪救我 爹地 爹地 你叫我什么 哼哼 小孩子乱说话 对不起啊 想利用孩子来接近我 倒是有一些新鲜手段 你有点无理取闹吧 难道不是 这女人 为什么感觉有点熟悉 父少 自住 小孩子 妹妹 你把你妈给我 我爸归你怎么样 子灵 我劝你不要对我有非分之想 是一大清早的 谁对你有非分之想了 莫名其妙 子灵 你以后乖乖听妈妈的话 去上学好不好 不好 我不要跟坏女人去上学 我不是坏女人 我是你妈妈呀 听话 哼 你才不是我妈妈 北角 抱歉 不要 我不喜欢坏女人做我妈咪 傅子灵 北角 都是我不好 从小没有照顾好她 要不我们结婚吧 这样我都可以每天照顾好她了 爹地 我不要跟她住在一起 哼 我要跟今天那个女人住在一起 让她嫁给你当我妈咪好不好 父子灵 你说什么呢 怎么可以让你爸爸娶别的女人 哼 不要你管 反正我只要她当我妈咪 不要你 哎 被绝 要不输得白眼了 跟你那个贱妈一样讨厌 灵然 外婆 曾外婆 来 云染 你总算回来了 这就是音音吧 快来 给曾外婆好好地瞧瞧 曾外婆 哎 哎呦 我的宝贝 真可爱 来人 你去把我名下 王氏集团的80%的股份 全部划在我的外孙女云染的名下 还有那几家游乐场 酒店 饭店 全部给音音 是 卢市长 云染 这是限量版的黑卡 你拿去 随便用 你妈妈 要是能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 该有多高兴啊 外婆 都怪我当年 好了好了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外婆 外婆只有你妈妈一个女儿 别看外婆现在老了 以后 王氏集团就是你的了 你想干什么 外婆都支持你 外婆放心 我会为我死去的儿子和妈妈讨回公道 你敢拦我 我来找我外婆 凭什么不让我见 总裁 叶家叶雪迎来找王氏集团合作 让她进来 是 老不死的 等我把你的股份骗到手 整个王氏集团就是我们叶家的了 外婆 好久不见 你最近还好吗 妹妹 你叫谁外婆呢 叶月日韩 你没死啊 怎么 你很失望 你没死 外婆还把王氏集团总裁的位置给了你 这么多年来我照顾前照顾后的 凭什么 真偏心 偏心 叶雪迎 那是我外婆 不是你外婆 你个贱 不行 能见 王家不算手 我还有傅子林和傅笔杰 对 绝对不能让傅子林见到她 姐姐 你还活着真是太好了 爸爸也很想你呢 他要是知道你还活着 一定会很开心的 叶雪迎 别演了 这次回来 我要把所有属于我的 一样一样 拿回来 姐 咱们可是亲姐妹啊 亲姐妹 你杀我 杀死我儿子的时候 怎么不说我是你的亲姐妹 姐 你儿子生下来的时候已经死了 怎么会是我杀的呢 我还特意把他给葬了呢 你把他埋在哪 我长了好多关系 把他葬到一个风水宝地 我现在就带你去 哼 别想耍花招 叶云燃 那我就再杀你一次 到底在哪 带路 姐姐 我太久没来了 记不得了 你等我再找找 一定能找到的 快走 他到底在哪 站住 这里已经不是墓园了 看来你还是狗改不了吃屎 叶云燃 想杀我 你以为我还是六年前的那个人吗 废物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难不成他能用这个钻子杀了我吗 别动 再靠近一步 我求你戳破他的狗眼 退下 都退下 只有这一条路 废物 还不快点给我找到他 醒醒 傅北决 我傅北决对女人没有兴趣 我劝你 不要对我有非分之想 放开我 衣服给你 不然某人又要说我对他有非分之想 难道不是吗 知道今天我给父亲扫墓 这么宽的河头敢游过来 什么 你这衣服穿和没穿有什么区别 你这衣服我买了 两百万 多少 手工定做的 斤斤计较的男人 废物 你帮废物 一个女人都找不到 雪莹你还在干什么 今晚可是王家的宴会 你还不去爸家那个老太婆 爸 我 要不是你迟迟拿不下傅北决 我们叶家至于看王家的脸吗 我知道了 叶鱼燃 咱们来点喝 可以的 挺好的 来了 来了 天呐 天呐 王董哪里找来的人 怎么这么美 这颜值简直比天仙都好看 你们说 会不会是王董市长的侄孙 王少的未婚妻啊 难道今天是王家的订婚宴啊 王少的未婚妻 难道这个女人真的对我们意思 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来参加我王家的家宴 不过今天的主角不是我王老太太 是我的外孙女叶云然 我年事已高 今日起 王氏集团董市长之位将传给我的外孙女叶云然 真是她 难怪和叶云然长得这么像 她六年前不是死了吗 新闻不是说她水性洋花 后来在乡下怀孕自杀呢 是啊 是啊 我记得她十八岁那天跟野男人风流一夜 网上都是他们的照片 你眼看 原来是装死啊 好有心机啊 干了这么多丑事 怎么还好意思站在这儿 看来大家都认识我 我就不需要自我介绍了 作为王氏集团的新任总裁 在这里我宣布一件事情 王氏集团将取消一切与叶家的合作 将取消一切与叶家的合作 而我叶云然与叶家再无关系 叶小姐 网上都是你和野男人的照片 你有什么资格当王氏集团的总裁 啊 二十一世纪了 我随便找个人给你批图 明天南城就全是你的艳照 你不就是靠着外婆关系 你不觉得羞耻吗 我有这么好的外婆当靠山 我高兴都来不及呢 有什么好羞耻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宴会继续 好一个伶牙俐齿的女人 我喜欢 她不是你该喜欢的 哟 铁树开花了 怎么着 你喜欢 你要是不喜欢她 那我可就上了啊 叶小姐 刚才的发言好精彩 作为孙家的嫡子 能不能要一个你的联系方式 我没带手机 叶小姐 咱们其实 你还是跟小时候一样许 叶小姐 你还记得我呀 小时候被我做趴下的孙眼嘛 那咱们这也算是不打不相识嘛 你王家的生意这么好 要是再加上我孙家的帮扶的话 哦 是吗 怎么样 怎么 就这么想给人家孩子当继父吗 什么继父 叶小姐妈 她身材这么好 怎么可能生过孩子 你不知道吗 傅北角 你今天为什么要提我女 傅先生 你也不想让别人误会 我们是这种关系吧 不如我们做一个交易 你怎么知道 我不想被别人看见这样 什么 好了 叶小姐 可以收拾你的交易 你要不起来听 我喜欢在交易中占助 傅总 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女儿的存在 所以作为交换 你有儿子的事情 我也会替你保密 那我有什么好处 傅先生想要什么好处 以后只要我需要你 你就不可以拒绝 好 成交 不是 需要我 你 不是那个意思 是以后有人缠着我的时候 你可以帮我打一下掩护 毕竟 你今天 当重情了我 好 假装你女朋友是吧 可以 那你现在可以起来了吗 喂 副总 不好了 小招人又不见了 你看着那个女人在这儿 一定要小心 千万不要让别人发现我们在这里 小兔崽子 你就是个没爸的小野种 你给我跪下磕磕头 我就放你走 听到了吗 你又是哪来的小野种 找这么大的人不会说话 把她嘴给撕了 走 妹妹你有哪里受伤吗 你怎么自己在这儿 别怕 我带你去找妈咪 傅子铃 老实说 刚刚发生了什么 我 老实说 刚刚发生了什么 我 很好 三个月不许出门 不要 一 快谢谢小副少爷 是他干什么 今天音音在外面受了欺负 是小副少爷出来保护了他呢 对不对 这有什么不能说的 随我 面包 谢谢你 小副少爷 爹地 刚刚是哥哥救了我 叫叔叔 他想叫什么都行 小音音 我以后就是你哥哥了 我来保护你好吗 好 你 这个该死的孽种 好 好的很 取消合作 断绝关系 他以为他是个什么东西啊 爸 夜市的骨架又下跌了 我当年为什么不掐死他 这个嗓门心 他怎么不死在外面 爸 是不是姐姐还在对当年的事 梗拱于怀呀 他一回来就给我们惹这么多事 这个孽种 先让他回来 跟王教的合作 先维系下去 云然啊 哎呦 你你你回来 怎么也不跟爸爸说一声啊 啊 爸爸知道 你跟爸爸呢 父女之间有点误会 但是你要知道 爸爸一直很想你 哎 这样 先回来 咱们一起吃一个团圆饭 啊 好啊 亲爱的爸爸 云然啊 哎呀 你终于回来了 爸爸好想你啊 哈哈 爸 我也好想你 这么多年 我一直在外面四处流浪 无家可归 最想念的 还是爸爸您啊 哈哈 是是是 我们先吃饭好不好 先吃饭啊 哈哈 哈哈哈哈 云然啊 爸爸当年 真不应该 把你送到乡下去 这件事啊 爸爸心里一直内疚 你也知道 当年爸爸压力 有多大呀 等叶家的股价 回升以后 爸爸就想 把你给接回来 没想到 你却失踪了你 爸 我这次回来呢 主要也是想 帮您分担压力 您看 我们父女好不容易团聚 叶家继承人的身份 是不是可以还回来了 继承人 哪是 说换就能换的 哎 云然 你看 这些啊 都是你爱吃的菜 来 多吃点菜 哈哈哈哈 继承人不好换 那夜市的股份 是不是可以还回来了 毕竟 那是妈妈留给我的 六年前 你就给叶家蒙秀 今天一回来 你又要惹事了 爸 那您这是不想让我回来 好 我走 哎 云然 这都是一家人 没什么事情不好商量的 啊 再说了 这些年 你妹妹也很辛苦啊 是啊 姐姐 我 我知道 妹妹很不容易 那这样吧 妈妈的52%的股份 我无偿赠予26%给妹妹 爸 您看这样如何呀 你这不是勉强吗 你这不是勉强吗 妹妹怎么说话这么难听啊 我们可是亲姐妹 强股份的话 那得多不要脸啊 你说是吧 你 股份转让协议书 我已经写好了 不如现在就签了吧 你这个逆女 你不让我们好好过了是吧 你 你翅膀硬了是吧 住手 北角 叫你这么多次 你可算来了 陆姑 逆女 傅总来了 还不快下去 叶总 我倒想听听 什么事值得大打出手 这 傅先生 我们刚刚在讨论 我要拿回夜市集团股份的事 傅先生来了 刚好可以当回见证人 可以 我要拿回妈妈给我的股份 你说什么呢 我可是给你生了一个儿子啊 叶总 你不是说都听我的吗 那股权协议是不是该签了 是 是 慢着 这个才是 全部归还 北角啊 吃完饭跟雪莹约个会 第一 我不可能跟夜雪莹约会 第二 我不可能去夜雪莹 你们先聊 我有事先走了 我也告诉了 北角 叶云然 你个贱人 现在就找人做掉你 傅先生你这是 叶小姐 我刚才帮了你一个大忙吧 所以呢 我的车抛锚了 送我回去不过分吧 叶雪莹 好像更乐意送你回去啊 女朋友不愿意啊 什么女朋友 那你躲着我干什么呀 我只是刚刚知道 我们王氏集团 要跟你们傅氏合作 怎么 不乐意啊 乐意 怎么不乐意啊 听说这次和叶小姐的合作 是副总亲自安排的 还有这种事 看来这个叶小姐不简单啊 这款智能产品 会给我们的生活 有很大的帮助 感谢傅氏集团 对王氏的大礼支持 叶小姐 副总让你去那边的会议室等他 后面还有几个细节 要跟你商谈一下 这个腹背决 该不会是想公报私仇吧 多少豪门贵公子都想追到的美败 今天居然落到我们手上 别乱来 我们的任务是杀的 要不然六百万我们又拿不到了 不就是杀个人嘛 先让我爽一下 臭男门 你敢按算 本来我想让你痛得快快的去死 现在我要让你生不如死 十一 也许赢上你们来的吧 我出十倍的价格 做生意最重要的就是成绩 今天你必须死啊 声音是哪里传来的 云然阿姨 紫林 紫林 云然阿姨你在说什么 快跑 你不在干什么 哼 叶云然 想不到过去六年了 你还是这么蠢 是吗 你 怎么 你很吃惊啊 叶雪英 你就这么想让我死吗 叶云然 你早就该死在六年前那场大火里了 为了什么 叶氏股份 还是为了负北绝 说到负北绝 负氏集团已经跟王氏集团捆绑合作了 以后 我会经常跟负北绝见面的 不可能 我警告你 不许你接近负北绝 果然是一个负北绝 我是负北绝儿子的母亲 不管你用什么肮脏的手段 都不可能撼动我在他心中的位置 你说什么 六年前 你可没怀疑 你哪来的一个六岁的儿子 你怎么知道他有六岁 外界从来没有人知道负北绝有儿子 我刚刚说过 我会经常跟负北绝见面 我不止知道他有一个儿子 我还知道他的儿子 贾富 灵 是又怎么样 关你什么事 那就走着瞧吧 总裁 小少爷又跑出去了 都派几个人去找 找到多管几个月禁闭 总裁不用担心 小少爷聪明的 跑不掉 我都希望 爹地 对不起 总裁 他弄疼你了吗 我带你去洗手 你得开手了 快救死他 救死他 叶云然 我就不信你能活着 都出车了 云然阿姨 子凌 小心 不是我 不是我 世界过多 医院没有那么多 RH阴性血 最快明早才能到 这孩子等不到明天 医生 你想想办法 小少爷出车祸了 什么 全南城的RH阴性血 都找遍了 小少爷可能 等不到明天的血缘了 不是我 不是我 车祸不是我干的 贝君 你这是干什么 贝君 你这是干什么 子凌出车祸了 什么 怎么会出车祸了 等一下 现在全南城都没有RH阴性血 我不是 那你就是 放开我 我 我不是RH阴性血 你是子凌的母亲 你怎么可能不是RH阴性血 我 贝君 现在小子凌最要紧 我们还是现全城找RH阴性血 来不及 必须查 出血 我不查 我阴血 你要知子凌生死不顾吗 贝君 你再等等 我再找找 一定能找到RH阴性血的 我已经再查了 大夫 抽下发炎 总裁 小少爷得救了 什么意思 叶云染小姐给小少爷输了下 叶云染是RH阴性血 叶云染是RH阴性血 叶云染是小少爷的姨妈 一样的血型应该很合理 为什么她是你不是 我爷爷好像是RH阴性血 小子凌应该是遗传她的基因 我是小子凌的妈妈 我难道不心疼她的吗 但我真的不是RH阴性血 总裁 先去看看小少爷吧 谢谢啊 都是我应该做的 毕竟是子凌救了我 什么意思 有人开车撞我 多亏了子凌 有人想害你 去尝 是总裁 我好像有点明白 莹莹为什么这么喜欢她了 她看起来 对子凌是真的好 对子凌 你醒了 身体有没有不舒服 云阮阿姨 你是不是喜欢上我爹地了 你嫁给我爹地好不好 小子林 今天谢谢你啊 但是以后不能这么乱跑了 知道吗 云阮阿姨 我就是太想你了 你抱抱我 亲亲我好不好 我也要亲你一下 来 总裁 人找到了 人呢 他叫黄灵 警方在河里打捞到他和车子的时候 人已经不在了 身份信息是假的 车牌也是假的 死无对证 我怀疑这是一场蓄意谋杀 小子林是在王室集团附近出的车祸 听说是骑这些叶云阮才被车撞的 你想说什么 小子林出车祸的时候 叶云阮刚好在场 而叶云阮的血又刚好救了小子林 而南城的RH英型血一夜之间全没了 你不觉得这些事情太巧了吗 你是说 叶云阮制造了这场车祸 那天在我家你也看到了 他恨我 但是他对付不了我 所以只能拿小子林下手 他一定是早就知道福子林是我儿子 我宁愿他是冲我来的 我也不愿让他伤害你和小子林 不可能是他 北角 他刚刚救了你的儿子 你不应该怀疑他 总裁放心 我一定会查出赵氏司机的社会关系 你有空在这瞎琢磨 不如去医院好好看看你儿子 小子林 你看妈妈给你买了什么 你做爱的奥特曼哦 我才不要 你不是做爱奥特曼了吗 怎么妈妈给你买的你就不要 你这个坏女人 我一点都不想看到你 你赶紧从我的病房里出去 出去 不好意思 孩子现在很激动 请你离开 你跟叶云阮一样 都该死 小子林 他不是你妈咪吗 你为什么不喜欢他 他不配当我妈咪 我堂堂叶家千年居然要伺候你这个小杂种 要不是为了嫁给傅北绝 哼 你要是敢说出去 信不信我打死你 哼 叶云阮 这个坚然又来干什么 他身边的小丫头是谁 给我查一下 黄鳞的父母都住在哪儿 就是你 是你害死了我儿子 我 你是谁 就是你害死我儿子的 你指使他去撞人 又把他把你的事给抖了出来 所以就杀人灭口 你这个小贱人 你还我儿子呀 黄小姐 听说这起车祸是你继续策划的是吧 招式司机撞了一个孩子就跑了 第二天就死了 这事跟你有关系吗 你凭什么说 是我指使你的儿子 车祸前一天 我见过你 你鬼鬼祟祟给了我儿子很多钱 后来就出了那事 我要你偿命 既然你说我给你儿子很多钱 那我们就去警察局说清楚 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我不去警察局 说是谁指使你的 诬告可是要做很多年劳的 我 我我也不知道他是谁 反正挺漂亮的 看来又是你了 叶学英 废物 真是废物 叶云染你这么难搞定吗 记者拍了好多照片 也不算白忙一场 不行 那个女人已经被叶云染送进警察局了 万一她把我功出来 你去把她嘴给我封住 是 小姐 真是精彩啊 你什么时候进来的 谁认识你来叶家 我要是不来的话 我都听不到这么精彩的对话 你为什么要害我 是你先见经我儿子的 还让他受伤了 车祸是你安排 你想撞的人是我 是又怎么样 你早就该死 我劝你最好别把我惹毛了 不然我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你就不怕我对你女儿下手吗 你敢动我 我让你生不如死 叶云染是你逼我的 喂 陈总 我有一份大礼要送给你 你说什么 叶云染回来了 六年前 不知道她跟谁生了个野种女儿 长得还跟你有点相似 你就说是你的 只要把她女儿搞到手 她还不乖乖地跟着你啊 嗯 你可真的是鬼点子多呀 明天晚上有一个酒会 跟六年前一样 你可真坏 叶小姐 叶小姐 刚刚听说你对智能系统的讲解 我很佩服 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合作 如果您对这个感兴趣 可以到王室 我们仔细谈一下合作细节 不知道您对哪一个 不好意思 我去一下洗手间 六年前你就该属于我 我终于找到你了 六年前 这个男人 就是音音的父亲 就是你 毁了我的人生 有个性 我喜欢 看在你这么漂亮的份上 我就不在意你这六年前 被多少男人伤过了 来吧 小鸣儿 你敢打我 我让你生不如死 放给他 父终于是 你这是什么意思 没事吧 再有下次 滚出南城 别怕 没事了 没事了 滚出去 不要碰我 不要碰我 是我 腹背肩 医生给你开了药 睡一觉就没事了 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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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你 我 我 我 你 你 我 我 你 云染阿姨 你昨天差点被坏人欺负了 是我爹地救了你 把你带回来了 我把小音音也接来了 音音 妈咪 你没事啦 音音 以后不能乱吃陌生人的东西 不能学妈咪 听到没 音音从来不吃陌生人的东西 弟弟这是在说云染阿姨呢 那妈咪以后也不能吃陌生人的东西哦 音音 妈咪以后不会了 再去复查一下吧 云染阿姨 我扶你起来 不好意思 小组林 你快看 这是新版的变性金刚 你喜欢吗 小音音 你喜欢吗 这个变性金刚送给你啊 哪来的小野者 敢动我买的东西 小组林 小组林 子林 对不起 妈妈不是要打你的 爹地 爹地 让这个坏女人出去 贝君 我从来没想过打小子林 从来没有 那你想对谁动手 我 我 是他 是这个小野种 他抢子林的玩具 我不喜欢别人抢子林的东西 所以 我也不喜欢有人未经我允许随便到我家来 送客 贝君 你要跟我走是吗 以后 我们傅家 不允许再出现你的东西 好 我走可以 但是傅子林是我儿子 我要带他走 你要带傅子林走 你帮我傅贝君当什么 贝君 求求你我刚刚说错话了 你别赶我走 我不能没有儿子 千错万错 你自不该骂 音音是野种 赶出去 走 小子林 你的脸怎么了 子林没事 宁然阿姨 是那个坏女人想欺负音音 是你救了音音 谢谢你子林 没关系 我会保护好音音妹妹的 嘿嘿 叶雪莹 天谦集团总裁陈天谦 慈善企业家 还有一个活泼可爱的女儿 是不少少女的梦中情人 叶小姐 没想到六年前你怀了我的孩子 来 让我看看孩子在哪儿 什么怀了你的孩子 别装损了 就是你的女儿 等我带她做了亲子鉴定 我一定会拿回我孩子监护权的 这么漂亮的女儿 我要定了 你休想 法治社会 我陈天谦就不相信自己的肿痛拿不回来 别说是孩子了 连你都是我的 这个人面受信的家伙 我绝对不会让我的孩子落到他的手中 孩子 现在全能成最有名的黄律师 已经接了陈天谦的委托书了 不能帮我们打官司 外婆 南城还有没有别的律师 有一位叫李小的 但是他行踪不定很难找到的 可是我不能让孩子落入那个畜生手里 凌冉 律师说了 我是孩子父亲 我随时可以去玩家小女孩 陈天谦 叶小姐 才一天没见就这么想我 如果我的孩子不见了 我会报警 而你就是第一嫌疑人 报警 报啊 我是孩子的新生父亲 律师说了 警察也管不到我 等我赢了官司 就带着孩子走 做梦 你知道我说的是真的 不过 我也不是一个不尽人情的人 这件事情 咱们还有得商量 你想要什么 我想要 你跟我在一起 这样 孩子不仅有了爸爸 也不会没了妈妈 你好 孩子也好 你说是不是 等我离了婚 就娶你进门 你真让我恶心 你真让我恶心 哥哥 嗯 音音啊 还没和我打招呼呢 爹爹好 快进来吧 好进 你说音音怎么了 音音的爸爸来抢孩子 是谁 陈天倩 这么可爱的音音 怎么可能是她的孩子 她应该是我的女儿才对 对 傅北雪 你是疯了吗 傅先生 傅先生 天色也不早了 赶紧带子凌回家休息吧 哦 对 爹地 我今天能在这里睡吗 我要留下来保护音音 不是 子凌 你不能自己住在这里 好吧 爹地 我 我也留下的话就可以 我也不放心 她在别人家过夜 而且 我也想让子凌开心 并且 你刚才不是还需要我帮你吗 妈咪 就让爹爹留下吧 那好吧 子凌 上楼 下来吧 你的问题我咨询过律师了 陈天倩公司市值几十亿 家境优渥 家庭合乎 出于孩子的健康成长 法官很大的几率 会把孩子的抚养全判给父亲 可是孩子是我养大的 他一天都没有出现过 而且没有给过一份抚养费 这样法律也会偏向他吗 因为孩子是瞒着他出身的 即便是李律师出手 也没有办法挽回局面呢 倒是有一个可以百分之百赢得这场官司的方法 什么办法 我一定能做的 找个比陈天倩更有钱的男人结婚啊 只要给孩子找个爹 法庭就会偏向叶小姐 去哪找 你不就是个男人吗 有钱 帅气 还单身 不满意 打完官司后再离婚不就行了吗 为什么要离啊 我可不是一个随便的男人 傅伯爵啊 你是不是对人家叶小姐有什么非分之想 实在不行 我也可以先勉强取代叶渊染回家 你信不信我把你从车上扔下去 一个长期稳定的男朋友 我愿意 人家也不愿意啊 万一有人愿意呢 怎么可能有人愿意啊 这不就有一个符合条件的 哦对了 我还得去接音音 我先走了 那我也去 怎么从来没有见过她爸爸来接她 哎呦 听说这个小贵又没有爸爸 我让她妈怎么想 这种来路不明的小朋友下次不要跟她玩了 音音 刘欣 寻下 刘欣 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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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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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然阿姨你来看我了吗 我都想你了 爹地我也要举刚刚 你都多大了 幼不幼稚 我才六岁啊 喂什么事 傅先生 不好意思啊 麻烦您帮我照看一下音音 我回家有点事 说吧 什么事 你们要干什么 你就没什么要跟我交代的吗 我跟你有什么好交代 六年前 你的孩子不是死了吗 从哪儿又冒出个女儿来了 你在外面又干了什么仇事 孩子的爸爸现在都找上门来了 你赶紧跟着陈总走了 省得留在南城勾也很 原来你们跟陈天青是一伙吧 陈家已经说了 你还愿意离婚让你嫁过去 你就可以风风光光地和董事长夫人了 云然 你的好运来了 孩子是我的 跟任何人没有关系 爸 我劝你不要插手这件事 否则 我对你不客气 你愿意嫁也得嫁 不愿意嫁也得嫁 由不得你 你就乖乖地做你的纯太太吧 陈总 都已经准备好了 准备个屁 陈总 你什么意思啊 傅 傅北决 喂 爸 怎么样 是陈总来了吗 放了他 什么 我说放了他 是你们逼我的 陈先生 六年前和盈染偷情的野男人真的是你吗 陈先生 走开 走开 陈先生 叶云然 是你 是你曝光了这件事对不对 你太狠了 为了报复我 连孩子都要曝光 你觉得这件事情是我曝光的 除了你还会有谁 除了我 还有谁知道孩子的事情 看在你是爸爸的尊上 我帮你处理网上的新闻 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 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 我要六年前叶雪银陷害我的证据 这么多年了 我哪有什么证据 这我不会 你把证据拿出来给我 我就帮你 成交 请问叶总您是有个孩子吗 打算利用孩子逼迫陈天谦离婚 嫁进陈家吗 是的 我的确有一个孩子 不过 孩子的父亲不是陈天谦 你说谎 那天我们看到你和陈天谦争吵 你们是在抢夺孩子的抚养权吗 你们看到孩子的亲子鉴定报告了 孩子的父亲是谁 孩子的父亲是谁 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你们看到的合照 不过是我在跟陈总谈新的合作 这个 就是我们王氏集团新推出的汽车智能芯片 它可以实现无人驾驶 来 你们都拍仔细点 叶小姐真是出人意料 这么大事都处理好了 看来他根本不需要我的帮助 叶云冉 你这是说过连草稿都不带 你以为网友会信你的鬼话吗 你非有点嫌 那当然是我找一下害羞的名字啊 你哪来的录音 这不重要 你要是再敢挖空心思骚扰我的孩子 我就把这段录音放出去 让大家都知道六年前你干了什么 你以为大家会相信吗 那我就把这段录音直接交给警察局 让他们好好查查 叶雪银 你真的给你坐牢吧 总裁 六年前那天晚上的监控找到了 后面内容呢 酒店说监控每天只有上半夜 下半夜会被换掉 这房间号还能在清晰下吗 事先太安堪看不清楚 小子凌 妈妈带你去游乐场好不好 新开你游乐场可好啊 叶小姐 小少爷在学钢琴 不在家 哦 那我改天再来 等一下 怎么了 北决 六年前 英皇酒店 你怎么进到我黄金了 我 你第二天又怎么消失了 我那天喝多了 什么也不记得了 你不是也喝多了吗 你根本没有喝过去 我喝多了表面上根本看不出来 对 你还记得那天晚上 我们发生了什么吗 北决 你这话什么意思 你怀疑小子凌不是你轻生的吗 今次报告是你们副下的医生做的 我没机会做手下啊 不是 不要让我发现你在骗我 滚 六年了 从来没有怀疑过 为什么现在 难道他查出来了什么 万一他发现我骗了他六年 不行 绝对不能让他发现 对 傅子凌 只要傅子凌认我这个妈妈 傅北决就不能拿我怎么样 子凌 你这个坏女人 你又来干什么 妈妈是专门来看你的 妈妈给你买了好多好吃的根玩具 跟妈妈回家好不好 不好 你就是个坏女人 你不仅打阴阴妹妹 还找人冒充她的爹地 子凌 那就是阴阴的爸爸 妈妈是跟她可怜才把她带回来的 她应该感谢我才对 骗人小阴阴的爸爸就是我呆地 那都是你们小孩子乱叫的 不做数 我有证据 什么证据啊 我凭什么给你这个坏女人看 你会撕了我的证据的 云染阿姨 叶云染 你来干什么 当然是来谈合作了 坏女人 你还不走 你不怕在我爹地面前告你的状吗 云染阿姨 走 跟我回家 好 云染阿姨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好 小阴阴的爹地 真的是我的爹地 好好好 我有证据 这是亲自鉴定的结果 小嘴 这个报告你是从哪儿来的 这个呢 这个呢 爹地 小音音 这是我爹地 我的 我可以证明给你看 我告诉你吧 有个东西叫亲自鉴定 一查就能查出来 就是这样 我没骗你 对不起 我没骗你 有个亲自干的 嘶 我快出去嘍 对不起对不起 我就是太高兴了 音音和我一个爹地 那我能叫你妈咪吗 我本来就是 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他 他还可以吗承受不了这些 自灵 这件事你先别告诉爸爸好不好 好 这是我和妈咪的秘密 爹地 你看我把谁给你带回来了 你 不躲着我了 还是想来谈合作 傅先生 你做我男朋友好不好 傅先生 你做我男朋友好不好 你不躲着我了 之前你不是说让我假装你女朋友吗 现在我想让你假装我男朋友 假装 是啊 你之前不是说 要我找一个长期稳定 有势力 有财力的男朋友 这样打官司容易赢 所以 我想让你假装做我的男朋友 我凭什么帮你啊 只要你愿意帮我 我可以答应任何事 那我可要好好考虑一下 你也知道我身份 好 我一定会报恩的 我不喜欢别人亲我人情 那你可得想着还 好 那 我走了 爹地 你看什么呢 你舍不得他走 我说 电视上都是这么演的 这么大人了 他连爱都不会 把礼物送给娃娃夫人 是 又是 我 你 我 你 做你真男朋友 但不是假装 我来帮你 这是男朋友的义务 为什么一定要是真的男朋友 我也是为了孩子 他们很喜欢我们在一起 那我要约法三章 不用约法三章 我答应你 不会做任何愉悦的行为 除了在孩子们面前表演恩爱 好 成交 松手了 这是女朋友的 不是说 只在孩子们面前表演恩爱吗 孩子们就看着呢 你也不想他们失望吧 爹地妈咪 爹地妈咪 你们真的在谈恋爱吗 富子灵 你叫谁妈咪呢 你这个坏女人怎么又来了 叶云冉 你这个狐狸精给我儿子灌了什么迷魂汤 北辰 你看他们都欺负我 现在连小子灵都快不认我这个妈了 都是叶云冉害的 你来干什么 皇家不欢迎你 外婆 你也配叫我外婆 我就叶云冉一个外孙女 叶雪莹 你和你爸做的这点丑事 你不会让我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给你抖出来吗 我做什么了 趁现在我还给你留了几分面子 赶紧滚 我走可以 但小子灵是我儿子 我必须带他走 叶雪莹 你在挑战我的耐心吗 我 外婆 您别生气 我亲自带他出去 好好和他聊聊 我跟你没什么可聊的 我给富北决生了个儿子 无论怎么样 我都是孩子的亲生母亲 谁也不能把我怎么样 你休想把富北决 从我身边抢走 亲生母亲 只要你离开南城 想要多少钱我都可以给你 我终于明白 你为什么这么害怕我在南城呢 你什么意思 不要装身弄鬼 你这次回来 不就是想夺走叶家的一切吗 我不会退让 比起富家少妇人的位置 叶家继承人 不知一提 也许 这才是你害怕的事 富北决跟你也就是玩玩而已 我才是孩子的亲妈 等他玩腻了 他还是会回到我的身边 他一定会娶我的 是吗 富子林 真的是你亲生的 当然 你究竟是怎么让富北决 这么聪明的人 相信孩子是你亲生的 就是因为你抱着孩子灯营 没那么简单吧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让我想想 你应该是用我的头发代替你自己的 做了亲子鉴定 这才让他相送我 我生下来的孩子 就成为你嫁进附加的工具 叶元人 如果不是我富子林早死了 我救了他 你救我一条命 好 看在你救过我儿子的份上 我暂时可以放过 不过 叶月云 我可以放过 富北决可不会放过 姐姐姐姐你救救我 姐姐姐姐你救救我 他不能知道 他要是知道我骗了他六年 他一定会杀了我的 我是严家的继承人 我不得死 孩子的事 我没告诉富北决 这件事 还有谁值得 你是想把所有知道这件事的人 都杀人灭根 然后提保住这个秘密是吗 我早就做好了一个系统 只要我一出事 系统就会把真相告诉全南城的人 你敢动我 我可以替你保住这个秘密 前提是离我的孩子远一点 什么狗屁系统 吓唤唤人罢了 帮我杀一个女人 帮我杀一个女人 叶月软 你今晚必须死的 我都说了 我可以自己回来 别忘了 我现在是女男朋友 男朋友送女朋友回家 天经地义 晚安 傅先生 我跟你说 你可别想着和我分手 我喜欢你 绝对不能跟我分开 晚安 傅先生 叶云朗 叶云朗 你怎么这么花痴 叶云朗 叶云朗 你怎么这么花痴 说 谁派你来的 说 我说 我说 有个女的 给了我们一千万 让我们到这儿杀个人 是谁 那个女人叫什么名字 我知道 她从来不让我们看到她的长相 这件事你别担心 不安调查 这个女人我知道是谁 放心 我来处理 他要是谁 永远 六年间的品工 经过技术处理 现在能辨认方箭号 我们还有一些别的发现 你快回来 他要是个精锐保镖保护 预队和孩子 少一根头发 我为你是问 也许你走了就再也没有回来的事吗 是 总裁 许业家 是 美绝 你来怎么不提前说一声啊 我让他们做两个你喜欢吃的菜 小子凌来了吗 滚 贝芝 你这样 我好害怕呀 你陷我 陷了我整整六年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贝芝 我从来没骗过你啊 我赴贝芝 这么心狠是娃的人都敢骗 你松手 你先松手贝芝 孩子的事 你是怎么满天国海的 不是这样的 你误会了 是不是严云人又跟你说了什么 六年前你抱着 孩子拿着亲子鉴定来找我 我才认了你这么多年 这个坚持 明明答应我保守立体 可是亲子鉴定怎么会有错呢 你对我这么激烈 怪不得子凌这么喜欢云然 怪不得我跟云然那么熟悉 都是因为你 我和孩子错失了六年 我是这样的 我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我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我说我说 贝芝 我错了 再有一句谎言 我真的会杀了你 几年前 叶云人家乡下生孩子 那孩子几乎没劲了 叶家乡下的房子也被大火烧了 叶云人就消失了 后来那孩子又活过来了 我是那孩子的亲小姨 回带他去找亲生父亲 有什么错 那亲子鉴定呢 我想着那是姐姐留下来的 唯一骨肉 就伪造了亲子报告 我想照顾他 为了你 为了孩子 我付出了六年的青春 我有什么错呢 叶雪莹 你居然是这么好心的人 我是有很多错 但是我爱你 我是真的爱你啊 贝君 叶云人他根本不爱你 他回来就是为了夺走傅子灵 他要报复你 报复你六年轻毁了他 再胡说 我会掐死你 我 我有录音 我真的有录音 你不喜欢傅北京 如果不是因为孩子 我根本就不会跟他产生任何交集 可他是孩子的爸爸 他根本就没有把你放在心上 这事他早就知道了 是 他早就知道了 他根本没有打算告诉你 叶云人 在你夜里究竟算什么 当真是我不对 可你当真对我没有一点喜欢吗 雪莹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 这怎么回事啊 爸爸 救救我 怎么回事啊 小两口吵架了 当年 你也有份 叶总 啊 傅子灵当年在哪个医院接生的 你还记得吗 哎呀 你看我这 我这岁数大了老糊涂了 雪莹啊 我 是哪家医院来着 我问过她了 她说她不知道 哎呦 这都这么多年前的事了 我 哎 你问这个干什么 我问了 你就说 哎 这雪莹呢 她当年早产 还没送到医院呢 这孩子就出来了 所以呢 只能在家里出生了吗 叶雪莹常说 她当年生孩子的时候大出血 在家里接生 值得住血吗 哎呀 这我们叶家 也不是小门小户的 都有家庭医生的 把医生请过来 这雪不就迟住了吗 贝君 你是不是听到什么风声了 你是孩子的亲爱吗 她未必是孩子的亲妈 贝君 你这是说的什么胡话呀你 有什么事情 不能明天再说吗 董事长 不好了 公司的股份 下跌了百分之三 半个小时 蒸发了六个亿 这个数字还在增加呀 怎么办 什么 啊 你赶紧去查一下 到底是谁 在针对我们的夜市集团 不用查了 还有十分钟的时间 夜市集团就会破产 是你 北决你疯了 你为什么要针对我们的夜市集团 这不是大水窗户 我们要资家人打资家人吗 资家人 你现在还有最后十分钟 好好想一想 你到底哪里得罪了我 主动坦白的话 我会再给夜市集团一条生路 如果死鸭的嘴硬 那 这到底怎么回事 你是不是又在外面给我惹祸了 你闭嘴 难道是孩子的事 万一不是呢 那我不是自己挖坑自己跳啊 你还有六分 雷雪啊 这夜市集团 信不住这样的打击啊 你就饶了我们夜市集团吧 夜价不能破产了 所以你打算坦白吗 雪鸭照顾子鸣这么多年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 你就放过我们夜市吧 好好 苦劳 也就是说 当年的事情你都知道了 我们都以为鸣燃已经死了 就不忍心看到孩子成为明天的妈的 所以就想成正有个办法 但不管怎么说 这子鸣啊 她血液中流淌的是夜家的血 你要是这么对付夜市集团的话 以后这孩子长大以后会怎么想啊 我的孩子身上流淌的是夜云染的血 爸 你们差一点把孩子的亲妈给逼死 你们让孩子怎么想 如果不是夜云染 有夜市集团的股份 我会立刻马上 让夜市破产 雪鸣 傅北绝 我喜欢你这么多年 你居然要杀我 还要搞垮叶家 我跟你施不两立 傅子灵 他怎么在这 傅北绝 既然你这么武器 那就别怪我了 妈咪 子灵哥哥到底去哪了 你不是答应让他今天来玩吗 子灵哥哥 可能在上钢琴课吧 那爹地什么时候来 在忙吧 可是爹地说好会来 一定会来呀 喂 傅北绝 现在你儿子在我手上 你要是敢对我爸 和夜市集团动手 我让你这辈子 再也叫不了他 小子灵挂了我的电话 妈咪你再打一次啊 不好 子灵出事了 那可怎么办 找到了 在哪 在郊外的一个工厂 妈咪 我的胸口好难受 是不是有不好的事情要发生 音音 你跟保镖叔叔在家等着 妈妈去接子灵哥哥回来好吗 嗯 子灵 妈妈六年前就没有保护好你 这一次 妈妈一定不会让你有事 富北绝 你终于来了 你这个复兴汉 我今天爷爷照顾你们爷俩六年 到头来都是我错了 你居然还要搞款我们夜市 这对我不公平平是吧 夜市营 放开自灵 是你 富北绝呢 富北绝没有来 好啊 是来送死的是吗 那你就和父子灵陪我一起去死吧 有什么话好好说 你别做蠢事 好好说 富北绝要杀我 叶云正你真的贱人 不是说好了吗 我包手秘密的吗 我没有告诉他 夜云人 你很得意是不是 富北绝要杀我 如果我死了 这孩子得给我陪葬 妈咪救我 这个女人要杀我 吵死了 你住手 我住手 你怎么不让富北绝住手 你要去再敢靠近一步 我就掐死他 薛莹 只要你能放过孩子 你拿我做什么都可以 什么仇 什么恨 你冲我来 真的 真的 做什么都可以 贵心 叶云然 我看见你的脸就恶心 只要你现在毁了他 我就把他给放了 我的好姐姐 从小我最讨厌你这张漂亮的脸 无论你走到哪 别人都只能看得到你 动手啊 我动手 你说话再说 只要我划了我的脸 你就放了紫离 对快划 要不然我现在就让傅子离死 我划 我划药 啊 紫离 闭上眼睛 叶云忍我不喜欢你了 你好软弱 我讨厌我讨厌你你走 紫离 没关系 你讨厌妈妈吧 妈咪不要我不讨厌妈咪 妈咪不要动手好不好 真是感人呐 你们要演如此情深的话就一起去阴藏地敷衍吧 我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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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女人和儿子 你去多选一个 我要是都不选呢 那我给你选 你 紫离 爹尼 云云 凭什么 凭什么你这么幸福 我杀了你 你醒了 你还会在意我 你不是喜欢瞒着我吗 你都知道了 我看了六年前的监控 所以 叶雪莹就绑架了子林威胁你 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我差点怀疑 傅子林是不是我儿子 我 我没做亲子鉴定 怕你不认 其实你说 该因做我的女朋友 就是为了接近傅子林 来吧 陈天坚不是孩子的父亲 你还拿和他打官司为理由 和我在一起 就是怕我跟你 争两个孩子的抚养权 是不是 你说的对 但是子林是我失散多年的儿子 我害怕你夺走他 也害怕你夺走音音 这么多年来 我一直都是一个人 你不知道 这么多年我一直都活在噩梦里 对不起 是我不好 让你承受了这么多 不 是我不好 我以为 你会不要我 但没想到 你生命救了我 我应该早点发现 早点认出 是我不好 北军 黑军 我们一趟 好 好了 前方 protective dig 出什么 就有自取 我先回家看看 子凌肯定受了不少惊吓 董事长怎么办 夜市集团股价公盘 公司都被围起来了 我怎么办 花姐请你们来是干什么吃的 赶紧想办法去 夜市集团的产品 突然被查出超标 投资商都撤私了 有人开始大量买我们的股票 你到底是谁干的呀 除了此理绝 还得有谁 夜市集团的股票 有多少买多少 夜市集团的股票 昨日跌停 今天又继续跌 这个时候 你不应该再买夜市集团 夜云然有26%的股份 夜市集团要是破产 它就会受到损失 然后 你再把股票 全部送给夜云然 它就会是夜市集团最大的股票 花这么多钱追女人 没懂 不过这一次 你还真是豁出去了 英雄救美 夜云然这个女人 心再怎么冷 也一定会被你感动呢 然后 一生相许 我听说 昨天晚上投你的 是夜雪莹 真的假的 孙少 您真的是险呀 不过我听说了 他昨天晚上 被送进监狱 还被狠狠收拾了一顿 据说 精神状态不太好时 孙少 总裁需要休息 爹地 哪来的闺女 长这么好看呀 哪来的闺女 长这么好看呀 给你三秒钟 消失 你的爷呀 来 到爹这来 爹地 你还疼吗 本来疼 一看见你 我就不疼了 呦 这也是傅北角 那说出来的话 哎 北角 要不我给咱闺女 当干爹 来 闺女 叫干爹 不要 哎 哎 云然 要不我以后 给你当干哥哥 以后成男 哥罩你 你就只管 横着走 啊 这个孙爷 惦记我女儿就算 还敢惦记我女人 我的女人要你罩 子凌 过来 以后你要好好照顾妹妹 知不知道 那当然 小音音 告诉你个秘密 我爹地 是你爹地 你妈咪 是我妈咪 知道吗 嗯 我早就知道了 爹地只抱妹妹 那我以后搬去和妈咪住好了 不好 我也要妈咪抱抱 子凌 你带妹妹出去玩 我跟妈咪 单独聊一下 去吧 我刚好也想跟你聊聊 你说过不想抢两个孩子的抚养权 那现在怎么办 我们都想让孩子在自己身边 也不想他们分开 那不如 我们真的在一起 继续 假装男女朋友 叶云染 我在向你求婚了 哦 那 我考虑考虑 好 我给你时间 我想喝水 我身上好疼啊 我身上好疼啊 自己喝 我身上好像裂壳 给 虽然你还没有答应我的全婚 但现在毕竟是我女朋友 我却有行使男朋友的权利 傅北娟 平时看着你还挺高了 现在 这么无赖的吗 你平时不都叫我大魔王 大魔王就这么无赖 松手 好几天都不来看我 故意躲着我吗 没有 云然啊 你救救血淫吧 爸 你这是干什么 爸 快起来 你不答应我 我不会起来 你起来 叶珍珊 起来 不说啊 雪淫堡不是故意捅上你的 您大人大让您就原谅他一路了 好吗 我知道 他要捅的是另外一个女儿 叶云珊 她可是你的亲妹妹你可就这么一个妹妹 我们出去说就在这说 傅北娟我来处理 有话直说下午还要开会 你妹妹都那样了你还有心思开会 云然 你必须想办法把你妹妹救出来 他怎么样 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说的这是什么混账话 好 他绑架的是我亲生儿子 我儿子差点死在他手里 你现在还让我救他 你 云然 雪淫是小 她不懂事 她正因为小 她才干出这种不计后果的事了 你就不要跟他计较了 难道你就不原谅他吗 难道你愿意看到你妹妹一辈子坐在监狱里吗 爸 我也是他亲姐姐 如果不是傅北娟救我 现在躺在病床上的就是我儿子 当年你生孩子 傅子凌刚生出来就差点死掉 要不是你妹妹 你早见不到你儿子了 傅子凌的命是你妹妹救的 你就不能看在他救过傅子凌的份上放过他 如果不是你们把我关在乡下 子凌怎么可能差点死掉 夜雪淫的事与我无关 以后不要再来找我 你真的就这么绝情吗 你们不是比我更绝情 现在让我过去亲亲 被他刺伤的人现在还在背床上躺着呢 所以云然啊 你去求他呀 求他救救你妹妹呀 我不会救你 我养了你十八年 那你怎么报答我十八年的养育之恩呢 养育子女本来就是父母的法律 以后我也会好好地给营养老送终 但是夜雪淫 我就 如果你是我的亲生女 我养你十八年是应该的 但是你根本就不是我的女儿 那我白白地养你十八年 你该怎么报答我呢 你到底在说什么 不是 你根本就不是我的亲生女儿 你也不是叶家的骨肉 现在为了让我来救她 别出这种理由来骗我 别叫我爸 我不是你爸 你妈当年未婚仙女 是我家的汉 对外宣称你是我女儿 她才肯嫁我 你骗我 你讲对了 是白班的虫 可是没把我放在眼里 因为你才这么恨我 我妈刚死你就娶了别的女人 然后放走夜雪淫欺负我 欺负你 你张着王家 处处压雪淫一头 现在你这个祸害 又想害我的女儿进监狱 夜雪淫绑架的是傅家大少女 这件事是傅家在追究与我无关 叶先生 你还是去找傅北拳求情的 跟你妈一样 都是涉嫌性肠 你不许欺负我妈妈 小杂种 你跟那个坏女人一样坏 都这样骂我 都欺负我妈妈 爹爹 你不是要送妈咪礼物吗 我要的东西带来了吗 那 夜市集团的股份转让输 你手上有百分之二十六的股份 这是百分之五十 把这个字牵了 你就是夜市集团最大的继承人 夜市集团的股份 原来是你收购的 这不就是你回来的目的吗 夜市继承人 股份 孩子 都是你的 傅北拳 谢谢你 至于夜震山 你既然不是我老婆的亲爹 那就带着你一些罪证 去监狱陪你亲女儿 妈咪 这可是我的主意 谢谢小子林 只要妈咪喜欢就好 妈咪喜欢 那你回报我什么呀 你想要什么 这个傻爹爹爹 还蛮很好 总裁小少爷离家出走了 什么时候的事 他去哪里 他会不会被人绑架了呀 鹰呢 小少爷好像带着鹰鹰小姐 一块离家吐走呢 糟了 去查监控 子林 你们怎么来了 我决定搬来和妈咪住 爹爹知道吗 知道 爹爹不知道 哎 傅子凌 啊 救命啊 爹爹抓我了 有胆的离家出走 没胆的像我是吧 我才不是胆小鬼 爹爹 爹爹抱 想爹爹了没有啊 想 我在给哥哥化妆呢 漂亮吗 漂亮 反正我不回家我就要住在这里 那我也要住这儿 啊 你们一家三口在这里骑了融融蛋 把我一个人撇在外面你觉得合适吗 要不然我就把两个孩子抱走 不行 我也要妈咪抱 都多大了还要妈咪抱 我六岁就没让你抱 子凌也是小朋友的 爹爹 周末我可以跟音音去游乐场吗 可以啊 爹爹 我以后不叫你大魔王了 你现在一点都不凶了 我以前很凶吗 那我再宣布一件事 作为回报呢 明天晚上 让妈咪到傅家来住 耶 小音音吧 来 到奶奶这儿来 我妈很喜欢小音音的 这是奶奶给你准备的见面礼 喜欢吗 谢谢奶奶 子凌 带妹妹出去吧 哦 走吧 嗯 两个孩子 你们打算怎么办 妈 这件事情我和云染会想解决办法 你不要插手 我只有一句话 傅家的孩子必须认祖归宗 必须要姓傅 叶小姐 你觉得呢 妈 你想说什么就接着说 傅家的孩子 必须按照傅家的孩子来养 两个孩子必须都住进傅家 叶小姐 我给你两条路 第一把孩子还给傅家 就当你没生过他们俩 妈 妈 我明天就派人把你送回去 你听我说完 第二条路很简单 你们两个结婚 双胞胎是有心灵感应的 天生就该在一起 因为你们的疏忽 他们硬生生分开这么多年 无论外人怎么骂我们傅家 叶小姐都不可能把他们两个带出这个门 那照您的意思 如果我不跟傅北爵结婚的话 我就没有资格当孩子的母亲是吗 厉害 如果不不该八年 老板 我们走 분 就不 LLC 你不 départ 这个打扮 吃饭了 你以后还是出去做饭吧 万一把我煮死了什么 小子林 这些可都是爸爸 花了很长时间才做出来的 无论怎么样 咱们都得谢谢爹地 谢谢爹地 干杯 你不能喝酒 我替你喝 夫人您回来了 妈 你怎么从国外回来了 奶奶你可回来了 告诉你哦 我有妈咪了 还多了个妹妹呢 妹妹是不是超级可爱 我要是不回来 怎么知道凭空多了个孙女出来 你永远是孩子的母亲 但傅家不会公开你的身份 也会限制你和孩子见面 叶小姐 这不是你的错 肯定是傅北绝不愿意结婚 妈 我选第二条路 什么 我说我选第二条路 明天你就可以准备婚礼了 然然 你先去休息 我来处理 我以前说破了嘴皮子你都不愿意 我还以为你喜欢男人呢 这事不能急 要慢慢来 慢慢来 孩子都有了 你喜欢他为什么不可以立刻结婚 不会是人家不想嫁给你吧 你是不是没有求过婚 求了 明天聊天的时候就求了 他到底为什么不答应我 聊天 女孩子是要仪式赶的 没有求婚怎么能算是求婚呢 仪式 笨死了 我来给你办吧 不用了 我自己老婆我自己追 我刚刚是不是说错话了 还说了那么多 都怪你 什么事都瞒着我 是你问也不问就非要当恶人 你还是好好想想 以后怎么弥补我老婆吧 好漂亮啊 这么多花 是啊 就是这方式有点土 好像是啊 土吗 这是我在网上 掌的点赞数最高的求婚当事 难道我看错了 妈咪快走 子凌 你们要玩什么呀 妈咪 我和音音要给你一个惊喜 是啊 好好好 我们本应该在六年前就会相见 却因为 我晚了十分钟才请过来 我们迟迟 晚了六年时间 我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注意你的 直到 我看到孩子的父亲 我不知道那是谁 我知道我很嫉妒他 直到我知道 孩子的父亲那个人是我 你就是孩子的母亲 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李娟 我愿意 Godzilla 他也曾经 他在这种 Hahaha 她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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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你 我 感谢观看